当播足球快逊 2022年12月26日 西暴联硬坎麦尔本胜利 星期一下午 奥迹上演独角戏 由西暴联助阵主场迎来麦尔本胜利 M直播届时 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三轮联赛走势如出一切 兼且大家过去五次各项赛事 交锋评分秋逝 双方本轮有望各取一分皆大欢喜 西暴联模仪是今季奥迹开局表现 最让人失望的球队 作为为免冠军的他们 目前八轮联赛过后仅得七分进仗 暂时排名即分榜尾二的位置 即是这么说 西暴联进攻演出和上季没什么太大的出入 军场入球维持在1.5个 N米兰落域 同派组域领咸多人已经在今季入过球 但防守才是他们暴露出来的 最大问题 军场失波高达2.25个 是目前奥迹防守最差的球队 幸好的是本轮来访的 墨尔本胜利进攻火力偏弱 同时几队上轮又首次完成赛季凌峰 相信防守并不会成为球队的负累 西暴联本轮至少也能拿到1分 同西暴联一样 墨尔本胜利今季开局同样不如上季 球队在前七轮六得三胜一和三负的战绩 目前几十分排在几分榜下半区 而同西暴联相反的是 墨尔本胜利军场1.14个入球的进攻表现颇为平庸 反观防守较为稳定 军场1.14个失波 是当前奥迹防守第四好的球队 其中过去四轮联赛更多达三场保持大门不失 可见稳固的防线 将是他们今次力争在西暴联身上抢分的底气所在 另外由于上轮墨尔本打给因球迷骚动而取消 墨尔本胜利在体能上相较西暴联更占优势 这个将会是前者本轮出征抢分的一大有利因素 多谢你的收听和支持 记住记住要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